而现在美中竞争是日益的激烈了 但是瞄准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川普 他竟然嫌拜登政府对中国还是太软弱了 他宣称自己如果能够再次入主白宫 一定要给中国一些颜色瞧瞧 如今G7领袖正在极力避免引爆全面性的经济战争 同时也要设法制止中国滥用经济胁迫 川普的言论对于冷静局势是毫无帮助 那么今天是G7领袖峰会的第一天 拜登将会联手G7的盟友 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出口管制 俄罗斯是全球第八大的钻石出口国 G7打算从利润丰厚的钻石贸易来下手 另外由于之前的制裁效果不张 导致乌俄战争迟迟结束不了 帮忙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国家 也将成为G7的目标 那一直以来给予俄罗斯经济支持的中国 必然成为焦点 而根据外媒的报道 G7领袖讨论采取的措施 包括要成立新的理事会 专门负责因应经济的胁迫 G7虽然不曾公开点名中国 但是人人都知道 这是在针对中国 G7也在讨论 限制来自俄罗斯的钻石出口 但不会全面禁运 因为作为全球最大钻石交易中心的 比利时认为 除非全球同步禁运 否则只会让更多的俄国钻石流向中东 还有印度 英国则宣布将要禁止输入俄国的钻石 以及镍 铜 铝等贵金属 如何将前一波制裁的漏洞给补上 是商业的重点 所以G7将会扩大限制 俄罗斯取得可用于战争的物资 包括工业的机械设备 另外一个重点则是制止第三方国家 协助俄国逃避制裁 包括把半导体等受制裁的商品 卖到俄罗斯 帮忙俄国银行绕开 经用Swift全球支付系统的金融制裁 或者是帮忙运送 俄军所需要的物资到前线 都将被G7视为援助俄罗斯战争 美国将为此制裁超过三百家的企业 个人还有其他实体 另外有七十家的实体 将会登上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 还有不遵守俄国石油限价措施的行为 也将遭到G7的打击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感谢观看